金鸡奖两度提名 一次比一次高调 这是有意提携新人 还是对王一博的偏爱 两度提名金鸡奖 何愁没有细拍 更别提资源平台 围着王一博转 你在一问的时候 为什么不看一下金鸡奖在电影圈的地位 与香港金像奖 台湾金马奖并称华语电影三大奖 与华表奖 百花奖并称中国三大电影奖 韩金亮不言而喻 这几年的口碑和奖项的评选和颁发 都得到了业内外一直的公认 并且金鸡奖向来主张六亲不认 只认作品的原则 更是让张艺谋都直呼很难拿的一个奖 很多人说金鸡奖对电影艺术的要求是至高的 专业度无庸置疑 这样的一个奖项 自然有品质的保障 而为何因为王一博的提名会引来这么多关注 因为它是热度和流量的集中地 作为一位年轻演员 不被讨论才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 有争议才有关注 这是正常不过的 金鸡奖连续两年给了王一博提名 从男配到男主 王一博未免走得太幸运了吧 这样有分量的奖 说提名就提名 让其他人羡慕不已 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点 那就是王一博的作品 提名男配角的《无名》 谍战剧文艺片 艺术价值和家国情怀 符合金鸡奖的标准 还有这次的热烈 虽然是小众体育题材 可是热血且充满正能量 这是为了宣传街舞而拍摄的 更是代表中国影片在海外宣传 热烈的不是青春 而是我们 街舞少年陈硕 追寻梦想而不懈努力 展现的是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风貌 这部影片在全球30多个活动中展映 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名片 王一博和热烈成为了我们的门面担当 收割的是世界良田 呈现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风貌 金鸡奖给他提名是实至名归 哪怕是陪跑 一份提名就是对这个年轻演员的肯定 金鸡奖有自己的标准和衡量 各位有什么可破防的呢 看看王一博拍的作品 哪部不是精品 好作品是长久留香的 他很好地用了自己的流量和热度 把它回馈到更有价值的作品上 提升了自己 为自己的演艺之路打开了格局 对于演戏 王一博是认真和有野心的 他没有乱接戏 注重艺术跟品质 提升演技 很有自己的规划 确实值得表扬 外界纷纷扰扰 终究会在实力面前演习西谷 王一博配得上金鸡提名 就是这么棒 水灵灵的让人羡慕 夸不完 根本夸不完